岁岁发年年糕 发糕这个拥有美好寓意的传统糕点 将迎来全新升级 一个最新发糕二十余年的梨香油籽 能否用机器做出独特风味 传统手艺与机械加工的碰撞 又将产生怎样的火花 一桌丰盛的发糕大餐 马上为您奉杀 中国一直有着传承千年的美食文化 什么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地方小吃特色糕点 每一样都凝聚着 这片华夏大地的智慧与创造 而今天又有一位来自民间的发明达人 要将传统的美食做出全新风味 我叫徐起冰 我来自于四川自贡市 在黄冈的话待了将近有三十年时间 我主要是做发糕为主 徐起冰所说的发糕是我国南方地区 较为流行的一种特色美食 将大米充分浸泡 碾磨成浆 加入酵母或老浆进行发酵 发酵后的米浆加入白糖 充分搅拌后倒入笼屉 可以撒上芝麻 红枣等进行装饰 然后用大火蒸20至40分钟 即可完成 由于在制作过程中 米浆会不断向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有赚的 虽然有了这个想法 可是制作发糕却并不简单 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 才能做出真正好吃的发糕 在01年 98年 99年 我到处拜师 为了一个发糕 我跑了几千公里 花了两三千吧 就是为了去跟他拜师 但是他也不教我 多次拜师无门的徐启兵 萌生地用机器来制作发糕的念头 这就是我第一代发糕机 它跟我二十年了 都还没有坏 当初把它研究成功之后 我一天就做700多个发糕 就缓解了我很大的压力了 哎 二十多年了呗 都还没坏 没坏 就脑不动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 徐启兵的发糕机 早就有了大的变化 现在的发糕机 外壳采用耐高温的食品级材料 中间是用来加热的发热板 使用时只需将发酵好的米浆 倒入机器通电后 中间发热板利用电磁加热 直接接触米浆 可以迅速使米浆熟化 一锅二十斤的发糕 最多也只需要三到五分钟 即可完成 人工蒸大货 好像要三十分钟二十分钟 一点钟就起来 一点做到五点 就要开始卖 五点半六点钟就天亮了 然后到了八点钟九点钟就不好卖了 机器做我可以五点钟起来 六点钟卖 机器的高效让许启兵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也让许师傅的发糕机逐渐受到关注 许多人慕名而来也想用机器来制作发糕 可是机器制作发糕的技术与传统方式不同 许师傅所幸开班授课 对所有前来学习的学员都清囊相受 我们今天就叫这个老姜 中姜 嫩姜 它如何辨别 因为我吃这个苦吃的太多了嘛 走这条路啊 太艰难了 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做这个发糕上面哈 一点发糕然后那么艰难的发酵 可是事情并没有许师傅想象的那么顺利 随着学员越来越多 许多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师傅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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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看看 你帮我看看我今天真的两次 这个用咱们机器真的这个发糕啊 就是说总感觉不是很抛 嗯 有点点 同样的机器做出的发糕 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 发糕发不起来 口感差 这还不是特例 那段时间 许师傅一连接到好几个电话 所描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问题 这次的意外让许师傅的思路有了极大的转变 将原本重视机器转为重视配方配比 不同温度下发酵的时间 老江新疆的相互配合 糖要加多少 用什么样的米 用哪种水 突然 种种问题都集中摆在了许师傅面前 不知道有多少次他都想要放弃 而支撑他一直走下去的 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你看 这边是安徽太福 太福县 往那边走是入尔西县 这边是阴山县 湖北的阴山县 我在这里买发糕 买了八年 这条路 那边就是螺田 这个很陆的 当时还没有栏杆了 这个栏杆有没有 水泥路有没有 现在还好 今天好像新鲜了个水泥路 如果我不去买发糕 那些碗里面 他都想我 有点人 一个老年人 在家里面 他没有钱 就是一块钱都没有 他的儿女在外面打工去 然后我都给他送发糕去 我说不要钱 你九十岁 有几次 他说不好意思 然后就送南瓜给我 送了那么大一个南瓜 这个很好 但是我骑三连车嘛 因为那个拖了十几个泡沫箱子 从那里 阴山 泡上来 那个车呢 就刚刚在那里停住了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这一个人 我拿脚刹手刹全部拉死了 又怕没有栏杆 没有水泥路 就在那里停住 这片在现在看来 依然陡峭无比的山路 很难想象 在八年前 徐启兵是如何在这条路上 每天往返几十千米 脉发高的 他告诉我们 每次在他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看看 这条充满艰辛和期待的崎岖山路 正是他一路走来的最好见证 整理好心情 再次出发 那 许师傅也找到了 之前学员做出的发高 不蓬松的主要原因 原来 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 而各地的大米品质各有不同 有的软糯 有的坚硬 但不是所有的米都适合制作发高 那要如何降低米对发高品质的影响呢 许师傅想到使用混合米的方法 把三种不同的大米进行混合 保证了大米的平均质量 随着发高品质的不断提高 许师傅早已不满足于制作普通的发高 他也希望能做出一些全新的发高品种 而这也吸引了许多常年沉浸在 传统发高制作的老师傅 这位师傅姓吴 制作手工发高已经有12年了 最近几天 他也一直在为能够推出 全新的发高品种而发愁 这与许师傅的想法不谋而合 叔叔啊 这个发高机啊 除了做这种单一的发高 还能不能做别的样花样的 可以啊 你像我们做新鲜的南瓜发高 玉米发高 红糖发高 这些东西人工也可以做啊 人工可以做啊 还能做别的花样吗 我想想啊 比如说你人工做不了的 加层发高 彩虹发高 你做得了吗 加层的彩虹的这个也能做啊 能做啊 所谓彩虹发高 是发高制作工艺中十分复杂的一种 它的特点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颜色 往往需要经验十分丰富的发高师傅 才能完成 那么第一次尝试的许起斌 能否凭借机器的优势 完成彩虹发高的制作呢 我们第一层呢 就要放白的 制作彩虹发高的第一步 需要先铺一层白浆打底 这个一般地形的话 第一次就是在一分半钟左右 一分半钟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第二层倒进去 由于机器可以快速将米浆定型 许师傅需要赶紧准备下一层材料 将橙子打碎掺入米浆 第二层的黄色准备就绪 现在又在搞黄的吧 对 然后我们再一瓢一瓢的把它淋上去 这个没蒸熟啊 也不要把它蒸熟 就是把它地形 接着是菠菜和虎龙果 也都分别打碎掺入米浆 哦 第二层成功了 对 这么黄的 橘子的 橘子的 现在看你去吧 这个它就像它一样的 第三层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样把它铺一层 哦 然后这是菠菜的是吧 对 第三层的绿色与第四层的红色 也陆续完成定型 这万众期待的彩虹发糕 总算要出锅了 看到机器制作的彩虹发糕 吴师傅也颇受启发 可是他似乎还不满意 竟然当场提出 要与许师傅 进行一场比赛 输赢 那个东西都无所谓 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嘛 集思广义 把那个发糕啊 也往前发展 不管是我们手工做的 还是他机台做的 让老人喜欢其 小孩子喜欢其 年轻人都喜欢其 搞清楚了 吴师傅挑战的目的 做了二十多年发糕的徐起兵 自然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也准备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来应对这场比赛 这些酒都是我自己酿的 我自己酿的做发糕的 你看我包一坛子给你看一下 自己做的 哎呀好重啊 你看它有个保温 这里面不能漏气 已经出水 已经中间有个洞是吧 很香 有个家乡的味道 买到就没有我这个香啊 我这个是小时候 我们爸爸妈妈 就在家里面老家做这种米酒 我们四川那种味道 做出发糕来的话 它就有独特的酒香味 在米浆发酵时加入米酒 是四川发糕的独特味道 也是始终深埋在徐起兵心底的 家乡风味 这次他也特意选了一坛最好的米酒 为即将到来的比赛 一供助力 另外一边 吴师傅也四处寻找参加比赛的队友 有的甚至曾经跟许师傅 学过机器发糕 同时为了组织这场比赛 两位师傅还特意找来了 我爱发明的玄子 来担任裁判 味见其高 鲜闻其香 现在我反复已经闻到了香喷喷的 发糕的香气 今天我就受我们许师傅和吴师傅的邀请 来到了现场 因为他们今天要进行一场蒸发糕的比赛 我今天来问一下许师傅 咱们今天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充足了 非常充足 那今天咱们要做什么发糕 水果发糕 彩虹发糕 什么紫薯发糕 南瓜发糕 各式各样的对吧 对 我看现场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桌子上面 这么多的水果 还有你看有干果 有枸杞 有葡萄干 还有红枣 车里籽都有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这些都能做吗 都能做 好 那我看看咱们吴师傅这边 因为吴师傅这边今天我看到 带了一个大的团队 一共是有加您一共是六位师傅 对 您今天准备的怎么样 我们准备充足了 都是几十年的师傅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两对师傅 既然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那我就倒计时三个数 三 二 一 开始 今天的比赛为期一个小时 看看哪队做出的发糕品种 更受大家欢迎 人工队这边六个人 两口锅外加一个蒸香 由于每锅发糕都需要至少三十分钟 才能蒸熟 所以最多也只能做出六锅发糕 可是这一次的比赛 比的可不是速度 而是创意 这个是在做哪种发糕 这个做的是点缀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造型 它是比较漂亮的 它会有一定的轮廓和模型 到时候做出来会很漂亮 上面放一些点缀的一些 糖果条 糖果条 或者说我们的车里椅子 也是可以放上来的 太好了 这样的话做出来 就跟小蛋糕一样 特别漂亮 在看机器这边 许师傅虽然只有两个人 但是由于机器制作速度快 能在最短时间里 做出更多品种的发糕 今天许师傅准备 从耗石最长的彩虹发糕 开始做起 可是 就在他准备制作果汁的时候 却碰到人工队的师傅 也在切水果 原来吴师傅这次 也想学着许师傅那样 制作一次彩虹发糕 吴师傅 刚刚您不是说 要做彩虹发糕吗 是 怎么是一层白的 对啊 我们先放一层白的打底 等下就面上去颜色了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叠加是吧 然而人工队的创意 远不止于此 六名人工师傅 凉凉一组 什么点缀发糕 爱心发糕 水果夹心发糕 应有尽有 师傅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是水果夹心 这个就是水果夹心对吧 对对 这个得蒸几分钟 这个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人工队这边 发糕陆续都已经上锅了 可许师傅 似乎还没有什么动静 我看您怎么还没开始呢 我这个不一样 我这个速度很快 要必须要把四种颜色 全部把它调齐了 然后再重置蒸 原来这一次 许师傅准备了一台 20千克规格的机器 功率更大 速度更快 为了避免在制作过程中 出现来不及被料 导致最底层糊掉的情况 他需要先将所有原料 准备好 再开始制作 可是人工队这边 已经遥遥领先了 腾出手的人工师傅们 都开始为后面的点缀装饰 准备原料了 好在许师傅也终于冻起来了 而且速度极快 每层两分钟 也就十几分钟 这锅彩虹发高 就要做好了 许师傅 怎么又加一层白色的呀 这个加一层白色的 现在是第五层 这是最后一层了 是最后一层 要把它盖住 然后上面点住一下 还会再加一些点缀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上面再加盖一层白色的 也是为了点缀好看 对对对 徐师傅 我看咱们这个彩虹发高 做的不是特别成功了 它是这样子的 它那个电流 电流小了 电流不稳定 然后导致它有一点点深的 没想到 由于这里的供电不足 高功率的大型发高机 反而弄巧成拙 根本争不熟 刚才的努力全部白费 不过幸好 徐师傅还带了小型的发高机 来不及犹豫 赶紧重新调浆 再做一锅 而人工队这边 好像也不太顺利 徐师傅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目前来说您满意吗 目前来说妈妈糊糊吧 妈妈糊糊 反正是最后还有一层的 还不知道 那炉子里的火突然起不来了 现在放到蒸箱里面蒸 在一小时的时间内 制作创意发高 原本就很有难度 再加上意外不断 让两队都有些紧张 到底能不能为在场的乡亲们 奉上一场发高大餐呢 徐师傅咱们这一锅做成功了吗 做成功了 这锅 您这个做了几层啊 我看您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比那个机子小 它这里电流不够 所以说我少做一点 有几层呢 三层 一共三层 一会儿我把这个做了之后 还要做一点其他的 人工队这边 彩虹发高和水果夹心发高 都已经出锅了 点缀发高也开始进入装饰阶段 而徐师傅 哪怕还能再做一锅发高 也最多只有两种而已 如此单调的发高种类 恐怕很难令时刻满意 没想到 徐师傅竟然另辟蹊径 利用自己发高机 每格相互独立的特点 准备一次制作五种不同的发高 可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徐师傅的最后一搏 能成功吗 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两队都在紧张地为自己的发高 做最后的造型工作 这充满了美好意义的一个个发高 就要上桌了 对吧 有点少认识 有点好了 对 有点少认识 就可以了 那么多行 遇到俩 我们下航 其实我们开始了 的 好 所以 发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会以全新的样貌出现在相亲的餐桌上 而这些常年沉浸在发糕制作中的师傅们 也可以为自己做出如此漂亮可口的创意发糕 而感到开心与欣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